此影片是使用测试服录制的 一切将以游戏内实装为准 当然兄弟们记得在正式服务也使用我们的创作者代码 Hey Brother Hey兄弟 我是Kofa 我是布莱恩 今天就来到我们第三部 关于破坏突击队的突发影片了 这期将带兄弟们看看我们全新的情境表情 还有我们很多很多的新造型 情境表情系统也就是在这一次的大更新过后 就会立即推出的新功能 设定好自己喜欢的情境表情过后 兄弟们在对战中就不需要手忙脚乱的手动使用情境表情 而是会自动的在特定的情况下 还自动发出情境表情的哦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情境 当你淘汰突击队的时候 或者你击杀一个首领 又甚至你被淘汰出去的时候 他都会帮你自动放出一个表情了哦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说有关于新造型的资讯啦 在游戏更新过后呢我们所有的超级单位啊 如果兄弟们之前有解锁到的话呢 也会自动转换为所谓的造型哦 那在这里还有一些新造型要给兄弟们介绍介绍的 那我们就讲一讲西友的造型啊 他在这里出售的价格呢就是3美金 又或者是600风格券的哦 首先第一款西友造型呢也就是Nita的淘气猎猫造型啦 在这里Nita跟他的熊熊都变成了狸猫哦 而且头顶上呢还放着一片树叶的 十分可爱 第二位就看到我们碧儿啊 鹿角甲虫啊 在这里碧儿呢化身一只小甲虫啦 来到第三款西友造型呢 也就是鹰猎人爆的拱盗大师啦 在这里穿上了一套十分帅气的拱盗服装啊 看上去整个鹰猎人的气场就是不一样了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商店特别优惠的造型啊 在这里出售价格一样是3美金哦 但是要在他推出了三色天购啊 才可以使用600风格券来解锁的哦 没错啦第一款呢也就是梅威斯的铁血部队造型啊 在这里看上去梅威斯整个人呢就变得十分的很辣了啦 而来到我们伊斯的铁血部队造型呢 他看上去跟梅威斯就是一个男装一个女装啊 相当的相似的 第三款呢就是非常帅气的梅威斯蒙面男爵造型啊 如果兄弟们十分喜欢梅威斯的话呢 这一款造型我觉得是必定买下来的 接下来就看到我们怪物野疯狂啊 9月主题记的造型啊 第一位就是我们的商人恐怖商人啊 这里他的整个样子啊变得相当的诡异啊 怪物野疯狂主题记的第二款造型呢 也就是战争天师的炼狱恶魔啦 这款犹如地狱恶魔的造型啊 看上去十分好看 也十分符合怪物野疯狂的主题记啦 而在怪物野疯狂的主题记里面呢 如果你有购买通行券的话 也可以获得这款野猪骑士的灵犬骑士造型啊 它整个变成一个蓝色的灵体状态啊 骑着它的灵犬啦 接下来就跟兄弟们介绍一下草稀有造型啦 在这里呢这些造型只要出售4美金的哦 而且以目前发出来的消息来看呢 是没有办法使用风格券来兑换的 第一位我们就看到爆破迈克的爆破蘑菇啊 它整个头顶顶着一个蘑菇呢 而且它的脸啊变得相当的可爱哦 第二款呢也就是迈克斯的星际暗影 这里原本穿着红色紧身衣的迈克斯啊 直接穿上了一套黑色的战服 看上去就瞬间变得十分帅气啦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其他会腿出的造型吧 第一位就看到我们李昂的小小青蛙 李昂真是你的装扮变得相当可爱的 来到第二款造型呢 也就是佩妮的星际探险造型啦 这款造型看上去就是十分的帅气 也是这一次更新中我本人十分期待的一款啦 来到最后一款造型呢 就是我们的皇室国王的大音乐家造型啊 在这里它变得相当的有气质啊 一看就是一个艺术造诣相当高的人啊 那以上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天 该为兄弟们分享关于这一次大更新的资讯啦 没错那我们就在下部影片再和兄弟们见面吧 拜拜 咦 完了吧 完了咯 你还想要看啊 对啊 我还想要再看啊 要怎么做呢 这样就要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啦 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呢 将会在每逢135晚上7点上传新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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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